好,多謝大家再回來 聽老妖說我的看法 我認為過去幾年 特朗普在他本國所造成的破壞 其實很厲害 我們現在可以很清楚見到 在美國裏面有一大群人 可以說生活在一個平衡世界裏面 對現實完全沒有所認知 完全脫離現實 因此完全相信特朗普不停說出來的謊話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覺得任何人在世間生活 和現實是不可以這麼大的脫離 但是可以有一群人 跟隨著特朗普 相信他所說的東西 完全沒有挑戰 這個說話之中的錯誤 那些概念 這是一個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特朗普把這件事顯示無謂 通過他自己本身不停說謊 使得我們對美國人的觀感 就是有一個新的看法 知道這群人都是生活在一個第二空間 這是第一 第二點 我們就是 當然 特朗普另外一個非常大的做法 就是在對中國的遺剿 其實對中國的遺剿 歷屬總統也是 包括他上面的奧巴馬 奧巴馬 我們知道 就是在希拉里的Hillary 當做國務院 國務院 Secretary of State 那時候 已經提出重返亞太 其實重返亞太的簡單的看法就是 就是 遺剿中國 你就可以把重返亞太和遺剿中國 基本上整個等語 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 在2010年左右 中國的經濟超越了日本 成為第二大經濟之後 美國就開始覺得 中國的崛起會繼續延續 所以 必須預早 壓制中國的崛起 一直以來 用緊的手段 都沒有 這個特朗普 那麼離譜 可以說 都是用軍事力量 要脅中國 於是 跟亞洲國家 就說 我們要重返亞太 加強你們的防務 其實防什麼 防禮防備 防中國 中國也都沒有心打你們 但是 他就要製造一個壓力 壓住中國 另外 我們知道 在特朗普時間 做了一個TPP出來 這個TPP就是沒有中國粉 作為一個 Tran Pacific Partnership 一個大型的貿易協議 沒有了最大的貿易國 也一樣 嘗試將中國 踢出那個貿易圈子 但是 他想踢 結果 人算不然天算 做了一個特朗普出來 特朗普就 逢奧巴馬的東西 都反 他根本 只是一個反字 我相信 現在我們可以 另一個角度看 拜登 都會出現同一個問題 就是 奉特朗普 都反 有時候 就退出了TPP 退了TPP之後 就 加上 他就 一尾 將些東西 賴中國 就要跟中國 做貿易戰 結果 這個貿易戰打下來 雙方都有損失 但是 無論如何 發覺打不死中國 中國沒有問題 捱得住 這個是其中一件事 但這件事 對中國來說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事 因為 一小中國人 真的 醒了上來了 就 不用再 生活在一個所謂平衡空間 認為 可以和西方國家 可以和平共處 我發覺原來 我想和平 你不想 沒辦法 我都要保護好自己 我不想打你 但你來打我 我都要保護自己 所以 就使得很多 中國人開始 醒覺 在這個醒覺之中 包括 發現自己 中國自己 有很多 重要的領域 受制於人 比如 芯片 這個很明顯 因為 中國華為 電訊公司 5G 可以說 太出色了 使得 成為 焦點 這個沒有辦法 我相信 中國任何一個 標稱的企業 將會成為 美國打擊的對象 這個就不僅是 特朗普 會是這樣 其實 我剛才說了 在奧巴馬時代 已經開始了 只是特朗普用的手段 完全不同 他這個手段 反而 對中國的 有好處 如果 好像 以前奧巴馬那種 陰下陰下 中國人可能還未醒 但 今次 中國人應該醒了 清清楚楚 知道 美國 當中國 是一個假想敵 當 自己變成人家 假想敵的時候 你記住 一定要保護自己 不要 真是 到你 人家發覺 咦? 這個假想敵這麼差 不就 砌你 這個就是 重蹈 中國 過去幾百年的苦難 所以 中國現在 應該做的事 就是真的要自強 這個是叫醒了 中國人 所以 我們很多人 才叫他 村建國 就是 他真是 建國 另外一個 我覺得 非常重要的 在上一輯說的 六個 都沒有提 我很奇怪 為什麼沒有提 就是 2020年 這個 新冠疫情 對美國的影響 第一 現在 已經 二千四百幾萬人 確診 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 另外 超過了 四十一萬人 在這個疫情 上身 也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 而疫情到目前來說 仍然 未受到任何控制 雖然說 有疫苗出來了 但是 在現在的情況之下 太多人 不願意打到疫苗 做到一個 群體的免疫能力 故此 那個 病毒 在西方國家 會繼續 不停的流傳 這個不停的流傳 會使得 他們根本 會在 疫情和經濟兩邊 是 轉來轉去 結果 兩天都搞和 現在 香港都是這樣 香港現在 就是因為政府 想 如雨紅掌 驅德 結果 兩個都失 這個就是 疫情一定是 要解決了 先 才能夠再講經濟 但是 在西方國家 在資本家的主導之下 他們是不願意 真的停下來 因為不願意停下來 換句話說 他們是無法解決到問題 不可以靠社區隔離解決 而要靠疫苗解決 也都不行 因為為什麼 第一 他們疫苗的產量 是無法滿足到 他們自己本身的需要 美國自己本身三億多人 而他們的兩個疫苗 每年的年產量大了 每日 每一個月 坐二千多萬枝 加上四千多萬 讓他們再 厲害一點 再做一個零下去 四億 但是四億 要打兩針 所以仍然是 說要六億劑以上 這是不可能的 他們是無法 可以產量去到 一億級別的 所以我不是很相信 他們有足夠的產量 這個跟中國非常不同 中國的產量 現在出來的疫苗 都在說年產是十億劑 十億劑 但是中國一樣不夠用 十三億人 兩個疫苗 但是幸好中國的疫情 基本上控制著 所以這些疫苗 是可以大量出口 而對自己 對中國 只是針對一些特別的群組 需要注射 做一些預防 其他就繼續用 現在正在用的方法 是可以的 因此現在一個 比蕭指掌之下 在特朗普的經營之下 美國的疫情 搞不定 美國的疫情搞不定 會連續很多年 可以說它是一個 非常大的失著 但是那些歷史學家 完全沒有提到這一點 另外一點 和這個有關 就是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它做了大量的 印發美元 使得美國的負債 美國政府負債 更加在上了一個大階級 現在至少在特朗普手上 我覺得最少在2020年 最少已經借了3萬億 而因為留下一個 首尾給現在的總統 拜登也打算借1.9萬億 這裡加起來已經5萬億 加起來 過去幾年 美國的國債沒有機會還 美國國債沒有機會還 換句話說 美元的地位 將會受到挑戰 我覺得 不可能可以靠印銀子解決問題 歷史上 未曾試過這樣的現象 這次美國可以這樣解決 因為美國獨大 而美國現在流通全世界 現在世界所有人民 幫助美國人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 這個很不公平 所以遲早美元會倒下 當美元倒下 美國的衰退就真正正正開始 因為他們要從頭來過 這是一個 他們不可以像現在這樣 到處扣營 拿到世界上的資源財富 這個可以說是 特朗普做下來一個非常大的事件 但也很可惜 沒有一個歷史學家看到這一點 我不知道大家 對我看到這幾點 又如何評價 請大家留言 請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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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